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我的脚 你别动 你脚可能扭伤了 那 姑娘 你住哪儿 翻过前面那个山头的小镇 再走十里路就到了 这么远 姑娘 你脚都受伤了 还怎么走啊 山路不好走啊 没事的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这样吧姑娘 反正大家也是同路 我们送你回去 那怎么行啊 护标为重 我看 还是不要跟陌生人 走在一起比较好 是啊是啊 你们办正事要紧 我没问题的 我没事的 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就行了 这一带很安全 不会出事的 师兄 这姑娘我认识 没事的 姑娘 你不能这样走 是我们的马车把你弄伤的 你这么走了 你让我们怎么安心呢 可是 这样吧 至少我们可以送你到镇上 好了 就这样吧 驾 大家跟上跟上 跟上 跟您点 驾 大家跟您点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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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了 有什么奇谋妙计呢 原来 这是庄可怜 你这法子 救的实在是不能再救了 你管我啊 只要是行政通的法子 就是好法子 喂 你到底还在等什么 都已经混入车队了 你还等什么呀 等什么 总要知道佛国在哪里 在谁身上吧 总之一定在这伙人身上 那你想我怎么办 你想我把整个马车 翻过来给你看 在每个人身上都摸一把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在感应佛谷 感应到什么 佛谷在谁身上 很微弱 他应该是被佛印封存了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佛光封住 你的三界六道的人 都来抢佛谷啊 想不到 他们也挺聪明的 师兄 前面有块空地 我们到那里去歇一歇吧 要论聪明的话 谁也比不上本姑娘 我就让你开开眼镜 看看 什么才叫奇龙妙剑 来 吃 来 吃 来 吃 给 你吃吧 谢谢啊 哎呀 我是感觉的 叫我 也真累了 天真热 不不 到现在 来 快点 来 来 怎么了 你干嘛 你多少时间没洗澡了 一身的虫 我怎么也有 怎么了 这身 这身上全是虫子 怎么都有 怎么会这样 看我略失小技 他们一个个都拖得金光了 下三滥的玩意 我才不像你价正经 你确实有点小聪明 但是没有大智慧 难道你已经找到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只有他不受你的妖法影响 佛谷肯定就在他身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其实我早就知道佛谷在他身上 不过要从他身上拿到佛谷 不是那么容易 客官 几位啊 掌柜的 我们的车队想要几间客房 留一间小的给这位姑娘休息 好的 好的 另外我们还要喂马 小店的客房多的是 喂马的地方更少不了 小二啊 给客人开房去 好嘞 师兄 你忙 我扶他到房间去休息 好 客官 这边请 跟我来吧 请 请 请 来来来 赶了一天的路 这酒啊喝得特别香 张继教 可食一滴如干露的 酒鬼 可让我找到你们了 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们玩啊 一路走来跟着你们的提应 追得我好辛苦 我们是压标 不是玩 他不是来跟我们玩 他是跟桑小玩 是又怎么样 总标头 可让你来 他才不可能 我给他留了一封信 可能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吧 总标头知道了 肯定要大发雷霆的 你们又不是第一趟出标 对我一个也不碍事啊 为了他的桑小啊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真是忽畅忽随 缠绵得很 兄弟们 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在房里啊 对 你先坐一下 他安排好了就过来 我去找他 给他一个惊喜 仙子第一号房 兄弟们 接着喝 来来来来 接着喝 来来来 不行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不坐了 你们在干嘛 灵儿 不要脸 你没事吧 他是谁啊 你先坐 不好意思 我失陪一会儿 搜 灵儿 你卑鄙 下流 不止连耻 你听我说呀 我不听 不听 不听 方林 本身就是我们的飙车不好撞了人家姑娘 现在我给他涂点药 他受伤了 我什么对不起你的事都没做 灵儿 有大师兄可以给我作证 大师兄你说 他说的是真是假 这是真的 我们的飙车的确撞到了那个连香姑娘 你看 我们的飙车把人家撞伤了 总不能丢卸他不管呢 谁都可以提他涂药酒 为什么骗你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讲外人的事嘛 灵儿 你怎么来了 我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给你们听麻烦了 看来伤的 也不是很严重嘛 我们出来走飙是正经事 不是玩 何况你还瞒着师傅偷偷跑出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欢迎我 我跟你说了 我们出来走飙是正经事 那你是要我一个人回去了 对哦 难道现在要他一个人回去吗 反正都来了嘛 多一个人不碍事 对啊 多一个人也不碍事 更何况这队里 也不止我一个姑娘了 你又来了 小二 怎么还不上菜啊 兄弟们饿坏了 快 零香姑娘 让我来吧 来 真是不好意思 我休息了一下 出来晚了 不要紧 反正菜还没上来呢 你的玉佩呢 果然带着 玉佩 这个玉佩颜色不错 不便宜 一定是大小姐送的吧 价钱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心有灵犀 我们都选择了和对方一样的礼物 送给对方 真是逆模一样的 真难得 真难得 我们是有缘人嘛 缘分天定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方的性格爱好 早已经一清二楚 她呀 寻常的货是绝对看不上眼的 我就说嘛 那块玉佩 你的师妹一定会喜欢的 姑娘 你还没谢过我呢 什么意思 没 其实有一天 我们两个在集市上碰到了 你身上带的那块玉佩 还是我帮她跳的呢 原来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还不止那一次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还抱过我呢 你说什么 你别误会 其实 她就是抱着我走过泥潭 我们两个人都是规规矩矩的 起初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毕竟是男女之间 受受不清嘛 可是后来我一想 也许我们以后 再也碰不到面了 可是哪知道 却这么一而再而再而三的 又遇到了第二次 第三次 行行行 别说了 别说了 掌柜的 你还上菜吗 快饿死我们了 好好好 马上来 马上来 再不上菜 就要开战了 快啊 快点 别说了 别说了 走 放姑娘 其实你真的不用太在意了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的 也不太懂得说话 没什么 我们都是江湖儿女嘛 不拘小吉 更何况我就是不信你 也不可以不信我大师兄啊 对不对 不要老是捧着脸吧 既然都已经赶上来了 早知如此 我不敢来的 这桑小也真是的 我都跟他说过了 我们鸭镖的 不应该跟陌生人组在一起 他就是不听我的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奇怪 为什么他对那个女孩子 那么细心 原来他们早就像是 不过也难怪 这女孩子这么漂亮 哪个男孩子能不动心 你也觉得他很漂亮吗 跟你比起来 当然是你漂亮了 这个男人 也真够卑鄙的 你要干什么 你挡着我干嘛 你别打桑小的主意 奇怪了 佛谷在他身上 我不打他的主意 打谁的主意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对付男人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他把衣服脱了 佛谷自然手到擒来 也许别的男人 会给你捏住 但是桑小不会 他为人耿直 是个正人君子 而且 他早已经对他的小师妹 情有独钟了 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功夫吧 即便是这样 我也自有办法 你别管我 你自己说过 我们各不相干 谁的本事大 谁就可以立功 三小 是我 凌二 三小 你还没睡啊 没睡啊 我有话要跟你说 刚才 是我不对 我不该乱使小性子 不该乱发脾气 其实 我没有怀疑你 那林香姑娘 她哪里比得上我 样子又丑 一点贵心都没有 其实也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觉得 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我懂 你怕什么呀 我 我没怕 好热呀 灵儿 你平常从来不这样的 也不是在家中 何必寻规导几呢 灵儿你看 现在天也晚了 你走了一天的路多累啊 要不你先回房休息吧 我就在这儿休息好了 灵儿你 灵儿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不想亲戚我吗 灵儿 你你先听我说 我跟连香姑娘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别多想 而且 天也这么晚了 灵儿 灵儿 我早晚都是你的人了 灵儿 你 你听我说 我喜欢你 所以 我更不能对你胡来 灵儿 你回去吧 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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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说了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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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头笨猪 一点都不解风气 我早说过 她是一个正人君子 请你以后 不要再想这种嗦主意吧 我看是她的小师妹 不够娇烈 提不起她的兴趣才这样 要是 以我的姿色 就算凭你的姿色 拿到佛谷又能怎样呢 你敢伸手碰她吗 一个开了光的小小玉佛 你都碰不得 更何况那佛谷的佛光 低估她十倍百倍 只怕你手还没伸 就已经粉身碎骨了 你还是不要再插手了吧 你神气什么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可以碰到佛谷 随便一个凡人都可以 只可惜 你不是凡人 晚上多放点点手 注意看这边 怎么还没睡 我来看看兄弟们 有什么要帮忙的 你放心 兄弟们为了这场镖 连哈欠也不敢打 眼皮也不敢眨一下 我们宁愿丢了性命 也不能丢了这只镖 对 谁敢动这镖车一下 我们就跟他拼了 好 月韵而风 楚润而雨 明天恐怕要起风雨 不看是 今天这天气就不正常 还有在半路上 人人都惹了一身臭臭 我就觉得邪门 这样 明天咱们还是一大早就出发 风雨到来之前 必须到下一个歇脚的地方 其实最邪门的地方还是 什么 车队里突然多了两个女人 你说邪门不邪门 外面的大风大雨 弟兄们可以帮你挡着 可是酸风酸雨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这左右逢源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就不是那种左右逢源的人 大家都明白 不过 瓜田里下是避嫌疑 大小姐生气不是没有道理的 赶快去鸿蒙她 别让小风雨变成大红豹就好 行 早点休息 好 公子 莲香姑娘 一起喝一杯吧 不了 我明天还有事呢 是有事啊 还是怕别人不高兴 坐吧公子 好 莲香姑娘 我不明白 你刚才为什么要故意出言挑拨 惹我师妹生气呢 我有吗 我是希望 请姑娘以后做事 能够适可而止 我这人就这样 受不得别人的一言半语 如果别人对我好呢 我一定会双倍奉还 如果有人看我不顺眼 我也不会让他吼过 姑娘 你这又是何苦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怎么就能肯定 我是有意挑拨呢 难道 我就不能是情不自禁吗 人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都会嫉妒 也都会受不了的 而且都会 莲香姑娘 你别说了 桑某平常生性鲁钝 不能一心而用 何况自小认识了小师妹 并认定了她 就算以后遇上再好的姑娘 就像眼前这杯水酒 勉强喝下去 也没什么味道 就算不喜欢喝酒吗 也不要这样损人吧 不好意思 我不怎么会说话 你也不用再说了 我心里都明白 你不欢迎我 我也不用再在你面前出现 也不会再给你添麻烦 难道 你真的对我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布门姑娘 是有点似曾相识 不知道 以前是不是跟姑娘见过 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可是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这是种错觉吧 想不到 天色变得这么快 对啊 看来快要下雨了 我们暂时应该走不了了 咱们在这待着 等风雨过后我们就走 桑小 连香姑娘走了 什么 你是说她一个人走了 我也不知道 她一大早 就让掌柜帮她安排了马车 出门的时候 外面已经起了大风 我拦都拦不住 我跟她说了 就是走也该跟你说一声 看她直立不清 充满你傻子 莫名其妙 她的脚还受着伤呢 她现在找什么急走啊 这种天气出去 她肯定会被风雨困住的 小小 既然是她自己走了 我们就管不着了 别多管闲事了 来 我们谈一下 我们要走的路线 来 三小 你在想什么呢 就是我们下期节目 好不好 她自己玩的 都没心情 一个人怎么下期 来 大师兄陪你下 好 这雨 又不是看着看着 就会停的 哎呀 这雨真厉害 走两步这石头了 各位大爷 看来要在小店多住几天了 就是雨停了 这战道一时半会儿 也修不好啊 你说什么 战道被冲毁了 刚刚听说 珊妮帮她堵住了 山上的战道 还听说 毁了一辆马车 哎 还不知 是不是早上 走的那位姑娘的车 你知道那位姑娘 现在有事吗 我也想打听一下 可是问来问去 就是问不出来呀 万一是她啊 凶多吉少啊 是 师兄 我出去一下 哎 你去哪 我上山看看 哎 掌柜不是说了吗 山泥崩操 你还上去干嘛 那莲香姑娘出事怎么办呢 你就不怕你自己出事 本来就是我不好 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莲香姑娘才会走的 她现在如果出了什么事 全都是我的责任 哎 小巧 哎 你回来啊小巧 方琳 你不要去 既然她心里放不下 我 有需要 每个人都不抓 你担心 你的最份 你能不使 尽家 你看 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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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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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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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向姑娘放心 我会背对着姑娘做的 三公子是正人君子 我怎么可能不放心呢 不知公子手里拿着 一个用皇军布包着的东西 是什么 其实没什么 可是 看公子那么紧张的样子 这个东西一定价值连城吧 其实 也不是什么惠中的东西 但是 这件东西确实很重要 不瞒姑娘说 这其实是一位天竺圣僧的佛谷 哦 是圣僧的佛谷 我不像姑娘 没什么慧根 但是 跟这位圣僧 也确实算是有缘 这位圣僧真是佛法无缘 他讲佛经的时候 就连小狐狸也给他吸引过来 听他讲佛法 什么 就连小狐狸 也要听圣僧讲佛经吗 对 我亲眼看见的 那这个故事 一定非常有趣吧 你讲给我听听吧 这已经 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 我也只有十岁 有一天 师父要出去接趟镖 所以帮我送到一间佛寺 让我小住个十几天 然后 而时 舍利福之四众心仪 自亦未了 而白佛言 世尊 何因何缘 殷勤称探诸佛第一方便 甚深归妙 难解之法 我自西来 未曾从佛 文如是说 今者 四众 贤皆有疑 唯愿 世尊 敷衍思事 世尊 何故殷勤称探 甚深 微妙 难解之法 只 舍利福 不须复说 所以者 愿我佛慈悲 普渡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原来 他就是那个小男孩 你怎么不说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 就没那么好了 食物 我相信 一定是圣僧救了我们 但是真的很奇怪 那个小姑娘 为什么后来就突然不见了呢 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个所以人 然后我就大病一场 这件事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过 但是 你为什么愿意跟我说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说来真的很奇怪 自从遇见姑娘之后 总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 那个小姑娘 那只小狐狸 还有当天所发生的一切 在客栈的时候 莲香姑娘问过我对你的感觉 其实 除了似曾相识之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只要知道姑娘有事 我都会为你担心 想要保护你 不过 你千万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那些感觉 也都是莫名其妙 但是 事实真的很奇妙 当天 圣僧让佛光普照 保佑了我和那个小姑娘的性命 今天有幸 能让我护送佛骨 也算是 对圣僧一个回报 这一切 都好像有一种姻缘 莲香姑娘 你在听吗 我 我在听 那 你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佛法无边 对 姑娘说的一点都没错 难怪 世元大师说姑娘是有慧根的 佛祖在上 普度众生 对 姑娘说的对 其实 我也不认为所有的妖魔鬼怪 都是坏的 一定能够保佑天下太平 天都快要黑了 丰小 怎么还不回来呀 大小姐 你不用替丧小担心 他机智过人 一定不会有事的 对 丧小是个有单代的人 他一定是找到莲香姑娘了 带着扭伤脚的莲香姑娘 才不能回来 否则 入夜前 丧小一定回客栈 不会让大家担心的 可恶 可恶 孤男寡女 那个莲香 分明是看上丧小吗 整天缠着丧小 似丧小 丧小回来了 丧小 是你吗 大师兄 凌儿 是你啊 丧小不在 你一定不开心 所以大师兄拿了酒菜来 陪你哥喝酒 解解闷 喝酒 当然了 不喝点酒 解解闷了 长夜漫漫 胡思乱想的 你能熬得过去吗 好 我们喝酒 喝他个痛痛快快 对啊 一醉解千愁 喝醉了 什么事都不要想 这丧小也是的 明知道 莲儿你担心她 她却在外面 陪着那个 不三不四的女人 一起过夜 大师兄 你也这么认为 当然了 那个女人 分明对三草有企图的 当局者迷啊 连傻子也看得懂 这个莲香姑娘 的确对桑小有所企图 可是桑小却傻傻的 还不知道 灵儿 你知道吗 大师兄真的很喜欢你 大师兄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你都像亲哥哥一样的照顾我 疼我 今天 你的好妹妹 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 我已经找到我的亲上人了 他就是桑小 你能成全我们吗 我没有阻碍你们 在桑小来之前 你一直陪着我玩 桑小来了之后 你都不理我 我真的很气你知道吗 大师兄 答应我 忘掉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干了这一杯 好 忘掉不开心的事 干 还有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就是 你永远都是我的 大师兄 好哥哥 好吗 好 我一定答应你 你喝三杯 喝完这三杯 我就永远是你的哥哥 一言为定 好 第二杯 让我们忘掉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好 忘掉不开心的事情 最后一杯 敬我的好哥哥 好 你永远都是我妹妹 灵儿 灵儿 来 来 来 你放心 我会永远是你的好哥哥 一辈子疼你 三小 三小不要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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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卑鄙呀 成人之威 不过 也如愿以偿呀 你说什么 天下男人皆好色 不过 你就是色胆包天 风流快活之后 便想一走两只 灵儿 你懂什么 你有什么企图 你到底是谁 我 我是红硬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做过什么 我一清二楚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 并且还可以帮你 对付你那个师弟 桑小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那很简单 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 我要杀你 一如反掌 不过你放心 我现在并不想杀你 我想和你合作 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 帮我取得桑小身上藏着的佛骨 我就能帮你铲除桑小 令他有事不得翻身 你 你打算怎么做 你这是答应我了 既然是对我有百利无一害 我何乐不为 好 果然是识时务之人 那你准备怎么做 你放心 一切 我自有主意 你醒了 莲儿 对不起 我和你一样 都醉得糊涂了 我知道你心里面只有桑小 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影响你们的 只是我看到你这样 我很心痛 所以我就一时糊涂 莲儿 如果你要我负责的话 我愿意承担责任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分住你的决定 不要再说了 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啊 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啊 快走 好 我出去 我走 快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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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 你快回来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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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便阳光普照 看样子我们可以终身了 嗯 大小姐 你没事吧 脸色不太好 没事 我没事 哎 三小回来了 嗯 三小 你去哪了 怎么一晚上不回来 脸香空间的脚受伤了 不方便走路 所以我们就没能回来 你就知道他脚受伤了 那我呢 你关心我吗 你连我的死活都不管了 你知道吗 大小姐 你怎么了 哎 没你们的事 坐 铃儿你怎么了 昨天下那么大的雨 你让我们怎么回来啊 我不管 如果你关心我的话 就一定会回来的 方小姐 都是我不好 我的脚受伤了 你给我住口 我没有再跟你说话 铃儿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这样又怎么了 三三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现在为了这个女人 你连我都敢骂了 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 你现在一点道理都听不进去 铃香姑娘 咱们先进去 三三你给我站住 咱们进去 开门 很多人都听不通 肯定就不疯了 这样 你猜不疯了